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前辈 前辈 再前辈 好 今天的新闻早餐会非常可爱 我们用可爱的童哥来开场 五月五过端午 端午节是我们一年当中的三大节日 那么一想到端午 小朋友可能会很开心 因为可以看华龙舟 也可以吃粽子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时节的观点来出发 到底这些从老祖先传下的智慧 我们观察这些端午节的习俗 背后的真正含义 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非常专业的文史工作者 刘桓月老师 刘老师好 大家好 端午快乐 是 每次跟老师连线都可以长知识 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端午 我知道端午是农历的五月初五 所以大家讲这个五月五过端午 那这一天其实也是这个四时当中的下时 对不对 那为什么选来这一天呢 这一天不一定是下字 因为它有时候会前后两天 下时 下时 它是四时中的下字 四时 对 其实它更重要的是 它是这个碟日中的阳日 我们知道所谓的碟日 汉人在传统的阴阳两日里面 就是这个单数数 这个阳 双数数阴里面 一月初一 二月初二 三月初三 四月初四 五月初五 一直到九月初九 都有不同的这个节气 然后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时间都在准备 不同的气候条件 带给人们在心理上 在环境上 在生活上的各种便利 对 我们讲五月初五 或者是我们先讲九月初九 大家不要清楚 因为九月初九 为什么 因为要登高必受 要怎样怎样 其实因为这个时候 快要准备年的 这个快要结束了 对 所以很多人会心里觉得 这一年不知道 鬼不鬼 不知道怎么过了这一年 所以人们就相信说 这一天只要登高必受 过了这一天 那你就可以再 可以健健康地活下去 所以那是年底的氛围 对 那这个五月初五 其实刚好进入夏天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 很炎热的季节 对 我们以前台语 有一几个俗院讲说 没这个阳法就不太棒 这什么意思 说明了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即使气候 好像有些年份 可能在几天前 是半夜前就开始热了 对 可是早晚的温差 或者是天气的皱冷 还是常常出现 可是过了端午之后 因为为什么叫端午 其实在时序上 有它不同的解释 那过了端午之后 其实最大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整个檐下的典型气候 完全暴露 那端午呢 其实我们在台湾 喜欢把端午节 解释成为趋炎节 这两个其实是 不同概念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端午节 端午节 跟趋炎节的差别 虽然好像都跟趋炎有关 但是端午的端 是指开端 午呢 是指五十 一年一天里面 最热就是五十 那两个字结合起来 就是开始炎热 天气开始要热了 对 就是进入典型的 这是完全的夏天气候 不再是那种 温度突然皱降很多 什么这些 是 这是早期人类 对环境的一个 很重要的观察 那像刘老师 那你说那 经过这一天之后 可能天气慢慢变得炎热 以前台湾都是务农的社会 都是耕作为主 那老百姓都是务农为生 那端午节对他们的意义 那过了这一天 他们在生活上面 在耕作上面 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端午 既然是提醒人们炎热 对 碎时结束的出现 绝对不是为了放假 或者是做什么 其实就是 透过一种 大家惯性的一个 对时间 持续的一种认知 而开始透过某些仪式 比如说我过了 五月节 端午节 吃过五月节 这个肉粽之后 我开始对夏天 开始有产生某一些 特殊的认知 比如说我要注意环境 对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住在新竹的乡下 那我们家没有自来水 连清水都没有 所以呢 我们要去挑河水 我小时候常常去挑河水 因为家里没有人 就是我是长孙 所以长孙要挑河水 那要走多少路啊 很远吗 走多少路 其实它不是重点 重点的在意 过了端午节之后 我很快乐 为什么 每天只要挑一旦就好 为什么只要挑一旦 因为我的祖母 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他在长孙节这天 一定把那个 储水的时候 水缸洗过一次 对 就是这两天 不一定说今天 这两天 一定把它洗干净 然后把其他水缸 都倒覆 只留一个水缸 只留一个水缸 因为我们 去外面取的河水 是自然的水 当然河水的流动 可能还是很多续菌 什么这些 这些菌呢 如果放在水缸里 放久了之后 然后这些菌会滋生 那会产生很多问题 对 所以我的祖母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祖母已经 我小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我祖母就已经 八十几了 嗯 他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 他就告诉我们 夏天 当然我只挑一旦 嗯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 又恢复到 那种挑比较多 来除水的时间呢 嗯 过了八月中秋以后 哦 八月中秋 他又会把所有水缸 在洗一次 然后所有 把它掀开 让水 一次可以下很多水 他就不用每天都没有水 可以用 嗯 所以这点可以说明的 在乡下人 我祖母根本不是 自什么都不知道 一辈子也没离开过那个村 可是他就很清楚说 当然我觉得这个时序 在生活 也就是说环境上 会带给人类 有多少的改变 嗯 而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是 你非遵守不可 嗯 不然你就没水喝 你整个家庭都没水喝 对 对 这些东西如果 放在现代社会 因为我们现在太方便了 每天打开就自来水 嗯 不要自来水 还有高价古 矿泉水 什么一大堆水 嗯 可是一天都没有水的时候 他就会在乎这个环境 嗯 可是像这样子呢 我们 你说现在完全不用在乎环境吗 不对 因为 最近灯戈是开始爆发 对 那为什么会开始爆发 原因很简单 因为 有 天气开始炎热了 那自身蚊开始越来越多 而且 事实上天气越热 蚊子的自身的能力越来越强 是 所以你越来越多 这种环境的 这种压力 迫使得你不得不正视 是 那所以古人把端午节 其实是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环境保护节 我们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 得端午节 其实华龙洲 我从小没看过 因为那个 跟乡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然后我们包粽子 是为了祭祀祖先 嗯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打扫环境内外 嗯 尤其是积水容器 尤其是水沟 尤其是储水的设备 嗯 一定要少得干干净净 嗯 这是我从小来 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 所以老师 这个动作 就做这些动作 是不是也跟这个天气变热 你刚刚提到这个天气变热有关 因为 很像很多的一个 害虫都会大举的出笼 所以像一些端午的习俗 像是要喝熊黄酒啦 做香包啊 挂什么艾草 川普 都是这个驱邪避凶的活动 就是因应这个天气变热的关系吗 第一个是 就是因为天气已经变热了 对 所以人们如果没有特别在乎的话 很可能就受到 环境变迁之后的 环境的影响 或者是虫害的影响 对 那可是以前又没有法令 而且没有那么多的传播管道 人们如何告诉你说 啊每一年到这个时候 就要注意环境卫生 嗯 其实他就透过你自己的习俗 因为过了早午节 你要喝熊黄酒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这一天 所以你做这些东西的过程 就心里会意识到一件事情 是天气已经很热了 是 我们开始要开始做 所谓的除五毒的动作 是 所以传统是会中 比如说你刚才讲除害虫啊 其实早期的除五毒啊 那些 其实就是除害虫那种行为啊 嗯 那只是说在早期没有传媒的时代 人们透过习俗 一代一代相传的习俗 嗯 这个是维持这个早期社会里面的生活安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 嗯嗯嗯 可是好奇怪哦 就是说 有时候大家都忘了这个端午节一个真正的一个意义 反而只联想到啊 我们要纪念曲源 要吃粽子 要滑龙 之后 最后怎么会变成这个意象之间的连结是怎么产生的啊 是有人在操作吗 还是怎么样 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战后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 那面临着国共内战的这些问题 嗯 所以在台湾的这个国民党政府在那个时候积极的想去推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爱国私人 嗯 为什么要推动爱国私人是避免这个国内的知识分子啊 或海内外知识分子啊 对领导者太多的批判 嗯 所以也就是说强不断的强调了曲源的重要性 我们从小的教科书 嗯 到我们所有的传媒 基本上这一天都不断的 即使到了现在还是反复在报曲源曲源曲源 嗯嗯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从小我们已经每一个人在脑海中都灌注了 但我觉得就跟曲源有关 嗯 而所有的东西都跟曲源有关的过程里面 所以曲源的那种伟岸形象当然就不可能去掉 那也因为 早期没有传媒的时代 人们记得的习俗是处于这个清理环境的 可是到了有传媒之后 那人们记得的是曲源爱国私人 嗯 那两种形象 两种传媒加起来 当然是现在传媒力量比较大 嗯 尤其是下一代里面受到的教育全部都是新的 所以呢 反而是让这个传统节 传统人利用端午节来 啊这个消除啊 环境打扫环境啊 甚至是消除变媒纹啊 什么这些的 这样子的一个啊 一带一带传下的意向被忽略的 嗯 那到了后来呢 这些形象在配合曲源之后 完全就变成了以曲源为主的一个节日啊 反而让人们忽略的在端午节 然后厨艺啊 整理环境的重要这个意向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是 我们相信这个老祖宗流传至今的智慧 一定有他的道理在啊 那老师最后给我们一些提醒好了 究竟这个过了端午 或说要迎接端午 在这个心态上 作息上 生活上 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哦 都必须从自己做 现代人为什么不在乎这个 呃 我们的环境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文字不会听到我 没有那么倒霉 对 每个人的想法 没那么衰 定到我 嗯 所以我们家 甚至连家里有多少注水容器 我们从来没在乎过 嗯 然后尤其是花架底下的那一个托盆 里面的水其实是最脏的 我们从来不管它 那这些东西的都是传染病 我们非常严肃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 嗯 所以我想这一天 其实我们可以做各种活动 每个人高兴就好 可是最重要的是 麻烦各位好朋友们回到家 好好把你生活环境 甚至连你办公室内 盆栽底下的那些注水容器 好好整理一下 嗯 那我相信对生活都会有很 不一样的这个改善 嗯 好听完老师的解说 不知道这个屈原会不会哭哭 当这个是开玩笑的啦 那最后我们来是把这个 耳歌听完好 还是在听这一段念唱耳歌 那听完刘老师的解说呢 那如果可以从这个时节的变化当中呢 找出我们相对应的调整的方法 不再只是盲目的一窝蜂 去参与这些活动啊 那相信呢 未来如果说 我们知道这个变化 然后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呢 才会变得比较有意义哦 那今天非常谢谢刘老师 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谢谢老师 谢谢端午节快乐咯 谢谢拜拜 5月5月5端午到赛龙舟真热闹 吃粽子带香包 蚊虫不来身边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